这个题目也是爱考的提醒 就是问那个氧化物融于水层酸性还是碱性 那我讲过了没有人在问酸性还是碱性的 都是问什么 只是记颜色 所以我问你说 谁可以使蓝色所以是变红 蓝色变红什么性 酸性 所以是要挑酸性 谁融于水层酸性 非金属氧化物融于水层酸性 这要挑非金属 非金属氧化物融于水层碱气 没有什么人知道 谁是非金属 看完之后碳是非金属 那你有被碳融于水叫碳酸性 所以答案就C 简单 OK 好 加油 一样 现在变成也是变红色 所以一样挑个酸 一样挑个酸 来 可爱大帅哥 帅哥叫做二十四 起立 起立 B B 流粉 流 二氧化流融于水雅流 酸性 谁P 好 夹完酸就要问问减吧 红色变蓝减 减呢就是要找金属 哇哩它有三个金属耶 銅鐵、銅鐵跟鎂 那我要挑誰勒 那怎麼辦 太困難 這種太困難的題目跑過N變 分 沒有分 你說他只有第一天來一個 中間沒有來過 九 九 阿豬 站起來 為什麼沒有選銅跟鐵 因為老師叫你配氧化銅、氧化鐵就到水中拿來 之後成中性 因為它不容於水 不容於水 這是一種 常考的題型 氧化物容於水成酸性或鹼性 用直擊顏色考你 下面就是簡單小問題 來,風注火室是提供了什麼條件 風吹過來 所以給了什麼東西 給了氧氣 燃燒散藥素 可蘭露,柱蘭露是卡拉的燃點 風吹過來 氧氣吹過來 提供了 叫做柱蘭露 風吹過來 風不是可蘭露 它本身也不會高溫度 所以都跟燃點跟可蘭露沒有關係 是它的送來更多氧氣 所以答案就選擇是啤爾 OK 好 好 現在現在是什麼 來 澆水滅火的原因是什麼 為什麼灑水可以滅火 主要是用什麼原因在做這件事情 我們要找帥哥 帥哥叫做 帥哥叫做 豬 豬 豬 小水 水要蒸發 蒸發吸來吸很多 我們以前學過氣化熱 水溫度降低 燃點以下就不燒了 OK 當然不會因為考一考就分解 要墊解 它才會分解 OK 好 來 哪一個沒有辦法達到滅火的物理 達到滅火 就去掉可蘭霧 或者去掉助蘭霧 或者降低溫度到燃點以下 如果不是這幾個就不行 可愛的 我們答案 這個1號也不簡單 2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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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一個沒有辦法達到滅火的物理 3號 3號 4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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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網路上有人放過影片 如果影片 油鍋起火 丟水會更糟糕 油會浮在水上面 就會更慘 這網路上有人放過影片 所以油鍋 提供 起火不能夠用水 所以答案就是C 其他的A選項 叫做去掉可蘭霧 B選項 蓋其濕抹布 就至少會遮掉擋住助蘭霧 A的話它滅火通常也是去掉助蘭霧 然後那個濕 還可以有一個降低溫度的濕抹布還有一個降低溫度的效果 所以答案選的是C了 這就是我們所做的一些簡單小練習 OK